也有土耳其的驢子 下雪下道 几乎要结成了雕像了 天寒地冻 四处一片雪白 零下低温中 却看到五只驢子 在外头被冻得直发抖 驢子的身上结了层厚厚的冰 身体被一片片冰霜覆盖 尾巴冻成了冰棒 全身冻僵 连移动都有困难 远远看去都快和背景融在一块 五只驢子只能靠在一起 互相取暖 光看画面就能感受到 天气有多严寒 可怜的驢子 却只能傻傻地待在原地 动得直打哆嗦 路过民众发现后 除了把难得的奇观拍下来 也急忙通知当地政府 来抢救驴子 好在驴子的意志力惊人 获救不久后 就马上恢复活力 同样是白雪挨挨 心情却大不同 两只大猫熊 在雪地里开心嗑竹子 你一口我一口吃得好尽兴 天气虽然冷 依然玩性不减 厚动地爬上树 还来个倒挂 惊弓实在有够顽皮 一个不小心从树上滑下来 刚好掉在篮子里 但大猫熊似乎还搞不清楚状况 到处张望 无辜可爱的模样 叫人不喜欢也很难 记者黄黑编译